到我踏实着 你先看向我 电中照应着 假意绚烂的眼光 灰烂的幸福 竟然看虚 好 收工了 太好了 收工了 拜拜 演员是一个快节奏的工种 经常要应对很多突发状况 所以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挺高压的 那我就会很享受收工之后 和自己的独处时光 今天我就要给自己做一个 特别营养的资服饮品 用到的是牛奶 红枣枸杞 还有燕窝 先把枸杞和红枣加热一下 选燕窝是很有讲究的 我之前用干盏 但是在处理的时候 步骤太过复杂 工作忙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实现 现在呢我选燕之屋 它是已经有25年历史的大品牌 品质上就很有保证 新一代的这个仙顿燕窝 采用的是115度 锁鲜精炖功力 可以让燕窝酸的消化率提升1.8倍 可以把燕窝里面的营养成分呢 让我更好吸收 就是你吃进去多少 就吸收多少 营养不浪费 稍重 我太喜欢听到它开盖的声音了 就感觉所有鲜活的成分 被很好的锁在这个里面 它的燕窝丝是这样 根根分明的 吃起来呢就很Q弹 然后又爽口 入口了之后 会慢慢渗透出来一种清甜感 倒进去 它的成分表也特别简单干净 就是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物 所以我吃起来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负担 而且觉得很安心 嗯 真的超最好的 它还有一点特别棒的 是不用冷藏 只需要长温保存就行 这样小小的一瓶 带出去也很方便 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给自己补充 像我在拍戏的间隙啊 或者是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女生还是尽可能的 要少吃冰凉的东西 这点就特别贴心 演员呢是一个需要不断输出的职业 在镜头面前也要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即使充电和坚持内调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可以让我的皮肤和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